哈利利亞 我們巴斗教會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好 感謝主 今天晚上要 用一個專題 來跟大家做 見證的分享 小弟用一個題目叫做 讓福音茶會 進我家 最主要是要分享 在十排教會 家庭祭壇建立的 這個恩典 在這邊能夠 跟大家一起分享榮耀主名 這些日子我們都知道 我們疫情呢 一直揮之不去 看起來似乎好轉 然後呢 有時候一天之內 就會又有變化 所以我們 封城 這件事情 很多人雖然不願意 大家都同意 他的發生機率 應該還是蠻高的 但是我們 在封城之後呢 這些日子 從5月18號 我們三級警戒之後 我們大家 共同經歷這樣子的 不能外出 強迫居家 各教會 各機關 學校 強迫呢 線上聚會 線上的課程 我們也都在線上直播 有了很 越來越純熟的技術 很多東西都要被逼 我們才會有所成長 但是我們也思考說 要如何傳福音 以前要邀目道者來 不太容易 那現在疫情呢 目道者更不願意 進入陌生的場所 所以我們傳福音 是否因為這樣 就要受到限制 但是 省的旨意原是好的 我們最近也發現說 強迫各教會 我們從YouTube上面 看到各教會 建立的平台 還有頻道呢 我們發現 各教會在家庭祭壇的推動 如火如土的展開 然後在世界社會上 我們也發現 可以造強迫這些做父母的呢 回歸家庭 因為居家辦公 然後呢孩子也不能去學校 要在家線上學習 所以親子見面的機會提高了 讓小弟想到說 以色列人他們都不守安息一年 結果神用70年來補他們的安息年 那我們這個世界呢 大家也都忙著追求自己的事業 還有理想 已經把家庭拋在一邊 然後神也強迫我們呢 要去修復家裡面的親子關係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發現神的旨意是好的 促成了全家信主這件工作的進行 讓福音茶會進我家 所以我們都很熟悉的一個圖片 就是撒旦在笑那個神說 你看我把我的疫情呢 讓所有教會門都關了 結果神就跟他說 那你錯了 我讓所有的教會都開在每一個家庭裡面 所以神的旨意是不受阻礙的 神的旨意原是好的 所以我們雖然看到疫情的變化 但是呢 這些疫情的變化 如果促成神美好的旨意 那麼為什麼不能夠用平常心 用更喜樂的心來面對疫情呢 那這次過程當中 在分享見證之前 也要來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這些年來 我們教會有很多的活動 那排好的工作 我們就會去做 所以也有人這麼說 是該把事情把它做對了 還是去做對的事情 當然這兩件事情都很重要 如果從聖經看起來的話 如果把事情做對了 就好像我們每年的靈恩佈道會 我們會按照總會的規範 有靈恩會有佈道會 我們會有聖餐禮有這些工作 我們按照安排表 把每件事情都做好 這就是把事情做對 那這些年來我們也發現 靈恩佈道會 很多教會的成果呢 似乎沒有那麼好 那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呢 會不會神希望我們 要回歸思考 要去做對的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有一些事情 沒有去做到 那我們來先看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三節 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節說 你們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意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三十四節 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這段經節呢 主耶穌在提醒我們 在世界上會有勞苦愁返 所以今天會憂慮是正常的 其實主耶穌沒有叫我們不要憂慮 主耶穌是叫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 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 那今天我們會憂慮什麼呢 其實憂慮我們才會去面對 才會去找解決的方法 一個都無憂無慮的人 不會去思考困難怎麼解決 因為他用太過樂觀的態度 面對每一件事情 所以耶穌並沒有叫我們不要為今天憂慮 今天還是該煩惱該思考的 該解決的也是要解決 但是呢明天為什麼不用憂慮呢 因為神已經會為我們解決 所以聖經裡面告訴我們說 要將一切憂慮謝給神 所以要將一切憂慮謝給神 之前一定是有憂慮 那是今天的憂慮 那今天憂慮要謝給神之後 那明天就不會去 我們就不用去擔心明天 但是這個地方33節特別提到 你們要先求 所以會不會有一些該做的事情 是我們該做沒有去做到 然後呢我們有一點在聖功上捨本足末 一直只注重方法 卻沒有注重到神要我們做的事情 那教會的事工跟一般社會上的工作 有一點小小的不同 就是教會的事工用的是神的力量 他是要用是一場臨戰 面對的是空中掌權的魔鬼 但是世界上的工作呢 我們只要掌握方法 有一些SOP就可以解決 當然教會很多工作 SOP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那他是要在一個前提之後 所以哪些是需要先求的呢 我們再看一下生命記 生命記的三十章 生命記三十章 我們從第一節看起 生命記三十章第一節說 我所成名在你面前這一切咒詛 都臨到你身上 你在耶和華神追趕你到的萬國中 必心裡追念祝福的話 二節 你和你的子孫若盡心盡性 歸向耶和華你的神 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 聽從祂的話 那時耶和華的你的神 必連續你救回你這被掳的子民 耶和華你的神要回轉過來 從分散你到萬民中 將你召聚回來 你被趕善的人就是在天涯的 耶和華你的神 也必從那裡將你召回來 耶和華你的神 必領你進入你列祖所得的地 使你可以得著 又必善待你 使你的人數比你列祖眾多 好這個地方提到 在摩西五經裡面有一句話 一直反覆出現 就是要盡心盡心愛我們的神 然後呢 愛我們的神 就是要謹守遵行祂的誡命 那謹守遵行祂的誡命 對我們今天來講呢 就是每日讀經 常常聽到 然後呢 常常思考 思想神的話語 還要將神的 的吩咐 行在生活當中 這邊提到說 如果我們盡心盡性的去做 這個第五節說 我們的人數會比列祖眾多 今天真教會所期望的 不是人數更加的眾多嗎 那我們但是在這二三十年 我們看到 我們的人數一直停留在五萬多 那 跟一些傳道同工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真耶穌教會 有真理神基聖靈 但是我們很多信徒是不讀聖經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先強化 每日讀經的動作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 家庭祭壇 那家庭祭壇跟每日讀經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家庭祭壇就是我們要 在任意選擇的一天裡 那一天 我們要找一段聖經 或者是找真理的東西 來做分享 可是我們的困難是 我要分享哪一卷 我要分享哪一章 那這個困難 我們能不能先替它解決 那這解決的方式就是 我們平常每天都有一張 如果我們今天剛好 要來家庭祭壇 我們就照今天的進度 直接切入 因為神的話是兩任的利劍 兩任就是兩邊都是任 你這樣砍那樣砍 都可以得到造就 所以我們不管聖經裡 從哪一章開始讀 都會得到造就 問題是我們常常會有選擇障礙 我們今天要選哪一章 所以為什麼不讓我們 每天都有固定的讀經習慣 那這個讀經習慣 剛好也是符合神的要求 如果我們不認識神的話語 我們怎麼知道神喜悅什麼 我們怎麼知道 怎麼樣去遵守祂的道 得到祂的祝福 讓人數眾多 所以 這個對的事情呢 我們可以再看 約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節 約翰福音八章二十八節 約翰福音八章二十八節 我把它打在頭螢幕上 這邊耶穌說 你們舉起人子以後 必知道我是基督 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 是憑著自己做的 我說這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那拆我來的二十九節 那拆我來的是與我同在 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裡 因為我常做他所喜悅的事 所以我們今天要在聖功上呢 當然我們要盡心盡力 去思考去籌備 但是最根本的動作 千萬不要忘記 我們所面對的這一次一場靈戰 今天不是因為我們的口才很好 我們有很好的宣道技巧 我們就可以帶領人來信主 常常呢 人來信主 是因為出於神的憐悯 有時候我們根本還沒有開口 或者是呢 我們只是學菲利說 你來看 然後耶穌說你來看 然後菲利 然後這個人就進來了 就得到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有很多 那個很會傳福音的弟兄姐妹 他只有跟人家說 啊你來看 你來看 然後就來信主了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 會想說 傳福音好像很困難 不 傳福音呢 最重要是禱告 祷告的動作一定要有 足夠的祷告時間 神就會引領人到神的面前 神會告訴你說 來跟這個傳 神會讓那個人呢 自然來到這裡 剛剛跟車子是在談 我們也聽到說 巴斗教會有很多美好的見證 很多木道朋友呢 這樣走過去 就有一股衝動想來看看 難道這個不是神帶他過來嗎 難道這個是有人 特別有高知名度 住在巴斗教會 吸引這些人進來嗎 應該都不是 應該是神的恩典 所以這個地方主耶穌告訴我們 他說 勞苦丹重丹要到我這裡來 我就必讓你得享安息 得享安息是代表問題的解決 代表那個宣道的果效 但是呢 要到主這裡來 那主耶穌就說 我的惡是容 你們要 我的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要付我的惡 學我的樣式 所以耶穌來到世上 特別成為人的樣式 是讓我們知道 請你跟我這樣做 所以在這個地方 八章二十八節 我們特別提到 我用粗體字把它標出來 耶穌強調 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做的 那我們 我們今天在教會的帶領上 在事工上面的策劃上 我們要思考的是 神要我做什麼 所以當挪亞在蓋方舟的時候 聖經記載 神怎麼吩咐挪亞 挪亞就照樣行了 摩西也一樣 聖經也是記載說 神怎麼吩咐摩西 摩西都照這樣做了 所以沒有一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這地方耶穌也告訴我們 他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做的 但是沒有憑著自己做的 那就要憑神的話做的 問題是我們懂得神的話嗎 我們有沒有每天去讀他 沒有讀怎麼會知道呢 難道我們有辦法用讀心術 讀神的心嗎 我們今天在事工上面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我們要養成每天 讀聖經的習慣 當我們有養成之後 我們做神的喜悅的事情 我們會慢慢的知道 神要我做什麼 在讀聖經當中 在禱告當中 在靈修當中 神就會跟我們說悄悄話 神就會告訴我們 現在什麼事情是該做的 所以當我們這樣做的話呢 耶穌說 我說那些話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的 就像我們今天在台上 領會的所有人 奉主耶穌聖明講的是神的話 不是個人的想法 因為我們都是要照著父所教訓的 要憑著 不能憑著自己去做 當我們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那猜我來的會與我同在 我們在做聖工 最希望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但是要讓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要得他的喜悅 耶穌就說 我常做他喜悅的事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說 什麼是神喜悅的事 傳福音是神喜悅的事 但是難道其他就不是嗎 聖經怎麼教導 我們有沒有照這樣去做 我們有沒有愛人如己 我們有沒有認真守安息日 我們有沒有照聖經的主內聯婚 我們有沒有去執行十一奉獻 有沒有照著聖經所吩咐的 沒有一向是漏掉的 如果我們都可以這樣做了 我們就可以跟神 坦然的跟祂祈求 因為我們已經先求他的國他的義 然後接下來呢 神就將一切事給我們 所以我們在家庭祭壇之前呢 會先培養讀經習慣 當然很多教會都有這樣做 明白聖經才可以照神的旨意來行 因為耶穌所要求的是一百分 如果進天國是一百分的話 耶穌要求就是一百分 為什麼呢 因為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節 耶穌說 所以你們要完全 像你們的天賦完全一樣 耶穌這句話完全是什麼意思 完全就是滿分 我們有時候很容易 那個自己定標準 我這樣夠了 我這樣可以進天國 我這樣還不錯 自以為不錯 自以為做的聖功夠了 自以為靈修這樣夠了 如果這樣的話 保羅為什麼要向標竿直跑呢 他在跑什麼 直跑的意思就是在跑 絕對不是散步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天國路是用散步的 還滿愉快的 每天都慢慢的走 那如果慢慢的走 那保羅 那保羅比較懂聖經 還是我們比較懂聖經呢 小弟個人覺得 保羅一定是比小弟懂聖經 那懂的人都做這個動作 為什麼不跟著行家去做 該做的事情呢 所以我們 要培養每天讀聖經的習慣 那每天讀聖經要讀到 像家主從庫房裡 拿出新舊的東西來一樣 因為馬太福音13章52節 耶穌說 凡文士受教做天國的門徒 就像一個家主 從他庫裡拿出新舊的東西來 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神的話語出現 那如果我們沒有將聖經背起來 我們在傳福音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可以有一句聖經解出來 對人是一個很大的造就 他會得到力量 很奇怪 聖經這種東西 就很容易讓人家得到力量 我們在面對我們的 那個家裡面的人 或者是你的同事 同事 同學 鄰居 有時候你在安慰他就跟他說 聖經裡面說什麼 他會覺得得到力量 比我們跟他說 你不要哭 這個不要太難過 比這個都還有力量 但是我們能不能拿得出來呢 那如果人生是一個開卷考試的話 我們能不能找到答案 所以我們要培養讀聖經 我們也可以發現 其實呢 神蠻照顧我們的 最近科學發現 每天讀聖經 會修復受損的大腦 延緩老年癡呆症的發生 在義大利北部呢 那邊因為他們的平均年齡比較高 所以有人就去研究發現 那邊的農村的人很喜歡閱讀 特別喜歡看聖經 結果他們的老年癡呆的人數很少 他們就覺得很好奇 當然這次疫情 義大利也是受損非常嚴重 因為老人太多都死老人 所以我們會看到 但是呢這件事情卻是真的 那我們在教會裡面也會發現 每天讀聖經呢 也會延緩老年癡呆 所以在石牌教會 曾經在這邊見證過 有一個王弟兄 他離世的時候 102歲 他80歲受洗 但是他發現他80歲才受洗 對聖經都不懂 那這樣怎麼有辦法進天國 他很緊張耶 我第一次看到那個80歲的老人 很緊張耶 他問我說怎麼辦 我這樣怎麼跟得上別人 我說沒關係 我們照教會的進度 一張一張的讀 他真的一張一張的讀喔 然後呢 他一直到102歲的時候 他的視力沒什麼推化 他眼睛還是看得見 耳朵還是聽得見 然後呢也沒有老年癡呆 第一次感受到像摩西一樣 到臨死的時候呢 耳聰慕名 而且102歲 大概沒有人 沒有人敢有意見說 那個不是長壽 感謝神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額外的恩典 那我們如果每天讀聖經的話 也會修正我們的價值觀 所以有一次呢 看一本書提到 猶太人認為讀聖經是照鏡子 他們說讀妥拉 讀妥拉是在照鏡子 所以呢我們的雅各書第一章 二十三節到二十四節 雅各書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節 這麼說 因為聽到而不行到 就像人對著鏡子 看自己本來的面目 看見走後 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詳細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並且時常如此 這人不是聽了就忘 乃是時行出來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所以猶太人他們認為 如果你沒有讀聖經 就走出家門 叫做沒有照鏡子 那會嚇到人 所以曾經聽到我們的傳道同工說 一天沒有讀經 神知道 兩天沒有讀經 自己知道 三天沒有讀經 全教會都會知道 因為氣質就不一樣 那如果我們每天都有按照一張一張的來讀 神就會按時分量 慢慢的在我們心裡面 跟我們說悄悄話 我們就會知道 什麼是神所喜悅的事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什麼是該做的事情 我們有時候會用很多方法 要來面對很多的困難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先去求問神 有時候神已經為我們安排 更有效率的方法 就像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 約書雅去現場場勘 看一看 不知道心裡面在想什麼 不過我們知道約書雅應該蠻害怕的 耶利哥城怎麼攻打呢 結果神就跟他說 一天繞一次 第七天繞七次就倒了 怎麼會這麼簡單 但是在神告訴他之前 約書雅做了一件事情 約書雅問他說 你是幫我的還是幫敵人的 那個人就說 我來做萬君之耶和法元帥的 約書雅馬上知道要交托神 馬上復復在地下拜 所以在神的聖功上 有時候不是照我們所想的 當然有時候呢 神會給我們想法去做設計 神會給我們聰明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做正確的判斷 所以我們在讀聖經 就會越貼近神的心 當然 在 十排教會 也在跟他們分享說 怎麼樣保持每日讀經的習慣 就提供弟兄姊妹說 把它當做第四餐 我們都會知道要吃早餐午餐晚餐 那有沒有乾脆把它定為另外一餐 因為我們早餐到了肚子會餓 就想要吃 如果我們固定晚上讀經 那你晚上靈性就會餓 就想要讀經 有的人是一大早 像我們八斗有早早會 有的一大早會讀經 如果沒有賭呢 一旦成為習慣沒有賭 就會怪怪的 有一次聽一個指示 我剛好去內湖教會 參加他們的安息日聚會 那靈會則是一位指示 他就說 誰規定一天要吃三餐的 哦 誰規定的 不吃三餐會怎麼樣 其實不會怎麼樣 那你為什麼要吃三餐 他說那個叫做基礎價值觀 他說當一個人在小時候 已經被灌輸基礎價值觀之後 他就會所謂的基礎價值觀 就認為這件事情不用問為什麼 該做就是要做 所以如果我們的孩子 他有培養每日讀經的習慣 成為他的基礎價值觀 他時間到就會讀經 如果聚會成為孩子的基礎價值觀 他時間到就是要聚會 你不用去督促他 甚至固定的時間祷告 是他的基礎價值觀 你不用提醒他 該祷告了 他會認為這本來就該做啊 有什麼好懷疑的 就像一天吃三餐一樣 我們從小就被訓練 一天吃三餐 沒有人會懷疑 當然長大有人為了減肥 會動一下 少一餐 這個是後面才會做變化的 那我們也可以盡量讀紙本聖經 然後閱讀的時候 要慢慢讀反覆思想 因為我們讀聖經能夠持續 不要留為形式 我們每次的讀經 希望都能夠有感動 特別是能夠感動到流眼淚 最近在科學上有人發現 流眼淚呢 會產生多巴胺 多巴胺是快樂激素 所以當一個人很難過的時候 他必須哭 哭的時候呢 神很設計很奇妙 當他在哭的時候 多巴胺就會出現 他就會安慰他的心 然後他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慰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叫人家說 你不要再哭了 我們今天之後要改變一下 你想哭就哭吧 尤其弟兄們該哭就要哭 因為姐妹會哭 所以姐妹比較長壽 這是科學上研究發現的 但是我們信耶穌的 常常聽到的聽聽就哭了 讀聖經讀一讀就哭了 唱詩唱一唱就哭了 所以我們就比別人還要年輕 所以在真耶穌教會裡面 有時候在猜年紀 你會猜錯 因為都比正常的年齡 年輕十歲左右 聽說啦 我最近常常發現 這個九十歲喔 怎麼看得很像七八十歲 真的喔 因為他每天都很快樂啊 那我們讀聖經要讀到會快樂 要讀到會感動 甚至讀到會哭 所以曾經有一位我們教會 在分享道理的時候就提到這一點 說約瑟他被賣到埃及 那是多苦的事情啊 結果約瑟哭了幾次呢 哭了三次 他說從心理學上面來看 約瑟如果沒有哭那三次 他就沒辦法講出 創世紀五十張那一句話 省得質疑原是好的 因為他哭完呢 就多巴胺快樂激素 就會讓他得到安慰 再哭一次 如果一次不夠嘛 就多哭幾次 但是呢 在聖經裡面會發現 以斯拉的時代 尼西米的時代 都有人讀聖經讀到哭了耶 那個哭是很好的喔 一個一個人 所以巴斧裡面 他有一個叫做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為那個他必得安慰 這個有科學根據喔 因為哭了有快樂激素 快樂激素出來人就安慰啦 那快樂激素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會啟動全身的免疫系統 所以一個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喜樂的心就是多巴胺 他是快樂激素 他會自白病 那憂傷的零食骨骷肝 因為他叫做壓力激素 他是可體鬆 他會讓我們的骨骷肝 一個人經常在壓力之下 他身體就百病重生喔 好 當然我們也要靠 禱告求神帶領喔 一定要末導 或者禱告開始 或是讀完呢 要禱告求神只是他的旨意 這個是我們在 在推動家庭祭壇之前 教會應該要推動的 就是每日讀經的習慣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用幾分鐘的時間 分享十排教會 在這方面神給的恩典 當然在這邊只是分享 看到八斗教會 其實呢更加的完備 感謝神 那在十排教會的部分 九十三年八月 開始推動家庭小組團契 那時候呢就是希望每個家庭 每一個人都要被關心到 所以我們都會 每一個家庭都有他 會關心他的家庭 所以我們分為三個區九個組 那每一個組長就去關心 他下面的九個家庭 我們總共有九十九個家庭 那來到教會 開始就會發現 以前因為傳到長職負責人 人數就這麼多 再加上訪問組也 人數這麼多 今天全教會都是訪問組 全教會都在關心別人 全教會都被關心 就看到熱絡的起來 就很像我們現在八斗教會 在推動的這個家庭小組的概念 到一百零三年的九月 九月六號我寫錯了 九月六號 我們開始推動每日讀經 其實本來宗教教育 就有在讀經 那最早的時候 那時候的宗教教育各班 我們十排教會有三寶的媽 也有四寶的媽 就是升三個跟升四個 結果分配在不同的家 這班級 那個幼稚幼年少年初級 每個班有每個班的讀經進度 然後呢每個都要回去叫媽媽簽名 每個都要讀經跟媽媽叫媽媽簽名 那媽媽就受不了 就來職務會抗議 那我們想一想蠻對的 後來大家就想說 我們宗教教育能不能來做一件事情 各班那個總會規定的 各班的讀經進度一樣 就是禮拜六的時候來讀 但是每一天呢 全部讀經進度統一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宗教教育各班進度統一 然後呢 開始家庭祭壇就慢慢的出現 因為三個孩子讀同一個進度 四個孩子都讀同一個進度 然後爸爸媽媽就說 那不然我們就一起來讀吧 結果發現呢 那時候家庭祭壇就慢慢的出現 到106年的時候 教會的讀經呢 剛好三年半已經讀完 快要讀完一輪了 但是那時候 除了宗教教育以外 其他的人讀聖經的習慣很難建立 教會教會的規定回家都 都放鬆了 甚至呢我們也有很多教員還是不讀經 那小弟這幾年在總會兒教主教員講習會 第一天都會問說有每天讀經的舉手 那我們每一年參加的教員講習會的學員 那個準教員大概有200 260到300之間 有在讀經的呢 不超過10個 那不讀經 今天不讀經的 今天他要來當教育 可是他今天不讀經 那我非常的震撼 然後總會的傳道就說 來第一天先考那個66卷的眷名 結果呢沒有一個全對的 教員沒有一個全對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在聖經方面很虧欠神 那我們在聖經上面虧欠神 我們怎麼得神的喜悅呢 我們怎麼得神的同工呢 我們是用哪一點跟神要求說神啊 求你與我同在 後來在106年開始 除了就開始正式推動家庭祭壇 然後全教會所有的活動 都配合每日讀經 進度來讀經 本來只有宗教教育進度統一 現在呢各班都統一了 所以目前統一每日信徒的讀經進度 那接下來呢教會的活動 第一個宗教教育各班 積極的推動教員跟學員讀經 然後呢我們的教員開始都動起來了 再來呢我們的所有團契 長青中間社青團契 還有我們有週間的讀經團契 全部進度都是配合全教會 一天一張的進度 那安息日我們會有全教會讀聖經 那一天到哪裡也是一起讀 所以你不會你的讀經進度 跟教會的讀經進度是衝突的 你會發現是一氣呵成 也鼓勵信徒家庭呢每週選定一日做家庭祭壇 我們每天有讀經進度 目的是為了要消除困難 我們推動一件升功遇到什麼困難 沒關係我們就幫你把困難處理掉 那每次都有選擇困難 那我們就讓我們不用選擇 你只要單子拿出來 今天9月10號今天進度是什麼 我們今天就讀這邊 因為我們昨天個人也讀到前一章 所以大家也很期望說那續集是什麼 跟在追劇一樣 然後甚至呢 在5月18號開始三級警戒期間 那教會那個傳道 珠穆傳道跟小弟提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十排教會是三五聚會 然後天母是二五聚會 那二三五我們乾脆呢 就照當天的讀經進度來講道 然後因為大家都不能來教會 那時候三級警戒 教會室內不能超過五個啊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了 還好傳道他會自己弄直播 他就開始直播 後來我就跟傳道說 好啦 那我也幫你一下 二三五 那四給我好了 那就二三四五 所以傳道是二三五六 那我是四 所以我們就開始每天一張 從那時候開始是剛好出埃及記 結果我們真的在三級警戒當中出埃及了 出埃及了 終於把埃及唸完 我們常常讀經都出不了埃及 終於把埃及出埃及讀完 然後再來呢 就開始立位記 民宿記 到現在是生命記 就開始每天一張 那我們剛開始會覺得說 如果每天都照經券在講道 會不會很無聊 結果呢大家說非常感動 因為從來沒有把聖經這麼有系統 認真的讀一遍 常常都要等那個聖經講席會 或神學延伸班 或者是去這個神訓班 才有機會聽到這樣的道理 結果現在一天一張一天一張 反正日子很多嘛 關你要警戒多久 我們就每天一張來讀 那大家都感受的 有很多的感受 甚至在 在因為那個立位記 立位記講的就是聖結的道理 結果立位記還沒講完 有一天就有一個 組內的弟兄來跟我說 他現在才發現他犯錯了 然後我說你哪邊犯錯 他跟我說他做了 以前年輕的時候做了什麼事 他現在已經常清了 他以前年輕做了什麼事 我聽一聽說哇 這犯死罪耶 他說沒有人告訴我那是死罪啊 他說現在呢一張一張講 我才發現那是死罪 那怎麼辦 只好跟傳道討論 後來就把他一些聖功呢 都把他卸除掉 跟他說你要用一輩子的時間 好好的為這件事情悔改 所以我們常常呢沒有認真讀經 沒有照鏡子都會自以為是 沒想到鏡子天天照就發現問題出來了 好 那這個就是實拍教會的讀經進度表 那在三級警戒當中我們真的是一天一張 一天一張我們就排這樣的表格 所以呢後來在三級警戒 三級警戒跟二級警戒當中呢 每天都家庭祭壇 因為我們跟各教會一樣 時間到了就是打開電視 那因為我們的講道是有進度的 所以大家會知道說 昨天生命祭第五章 那今天就是生命祭第六章 那明天就生命祭第七章 所以大家先讀完 那就期待晚上的聚會 結果我們一看到那個同時上線的人數 平常聚會沒有這麼多 就像八斗教會一樣 結果線上聚會比實體聚會的時候 更加踴躍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神啊怎麼會讓我們遇到疫情 那我們現在可能要改口 神啊感謝你讓我遇到疫情 因為各教會因為這樣子呢 更加的火熱起來 那十排教會可以看到的 這些年在疫情之前就已經有了 信徒安息日聊天內容 開始會談到共同讀經進度 好像之前呢讀到啟示錄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問說 你知道那個紅馬是什麼意思嗎 哇那個大轟轟是什麼意思 我在旁邊聽一聽都很感動 以前泡茶泡咖啡都在聊是非 現在是在聊聖經 然後另外一個人說 蛤你們在討論那個是什麼 還有人會跟他就說 蛤你沒有在讀聖經喔 趕快跟上喔 今天的進度是到哪裡 結果呢信徒之間互相勉勵一起讀經 然後那個互相之間有化療 那靈恩會的時候我們發現 因為有家庭祭壇了 因為他家裡一定要 我們家庭祭壇之後 就有一個十分鐘的禱告 我們孩子在家裡習慣禱告 到教會禱告眼睛就不會張開 常常去各家會協助靈恩會都會發現 小小孩在求聖靈眼睛都一直張開喔 但是呢我發現在實拍教會 看到這些小小孩在求聖靈的時候 眼睛都不會張開 因為他們都習慣眼睛不張開 結果呢各班陸續全班都得聖靈喔 上次靈恩佈道會 在靈恩佈道會期間有十六個人得聖靈喔 很多都全家得聖靈喔 那在 在家庭祭壇的實施方面喔 在家庭祭壇的實施方面我們可以 只要有約定共同的時間 一起禱告也可以 有時候呢沒有時間讀經耶 那沒關係就禱告啊個人去讀經 然後呢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喔 或者是共同讀經時間 然後呢或者是一起去聚會 好那我們會這麼做喔 選一個各自選一個晚上 比方說一個晚某個晚上的晚上八點 然後呢八點到八點十分 就朗讀當天的聖經進度 然後十分到二十分呢 每個人都分享心得 二十到三十呢就一起禱告 所以讀經內容就是當天的讀經進度 好那讀經的方式建議可以每天每週或每個月 那家裡呢如果沒辦法全家都到沒關係 不用強迫慢慢來喔 不要讓大家心情不好 要有快樂 讓大家很期待 要帶出輕鬆帶出樂趣 特別呢在家庭祭壇的時候 做父母不要趁機教訓孩子喔 其實讓他自己講是更好的 好這是十排教會家庭祭壇的海報 好那最近呢建立家庭祭壇之後 他們學習分享跟數算神的恩典 好甚至呢也可以來寫讀經心得 好所以在在八月二十九號呢 十排跟天母教會合辦的飛行天使培訓班 那這個班是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開始呢安排讀經進度分享的講道人員 好我們未來排講道呢 就按照當天讀經進度 就照讀經進度來講道 所以大家都知道今晚要講哪裡 好不會用猜的 那大家有的就會有期待 然後甚至我們也要培養家庭祭壇 我記寫錯了 影片的錄製人員 我們現在在培養影片錄製人員 還有呢經券的心得寫作人員 那這個是我們在錄家庭祭壇的時候 會錄十分鐘 放在YouTube上面 各家庭要用的時候可以輔助 當然也可以不必用 那這個進度我們會當天 照當天的進度PO上去 好 那在最後呢 就提到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會提到 將福音茶會帶進家裡呢 因為當時候就有一個家庭 記得去年好像有見證過 這個家庭呢 組成就是夫妻 然後一個高中的女生 跟國中的女生 那太太跟兩個女兒都已經信祖 他們是一直期望爸爸來信祖 結果媽媽有一天 覺得到今天的進度 來推動一個家庭祭壇 然後就邀兩個女兒 剛開始兩個女兒還在滑手機 不願意過來 那媽媽就跟他們說 這樣會再推動全家信祖 那我們有需要的家庭 沒有認真怎麼可以呢 這兩個女兒有感動到 因為他們一直希望爸爸來信祖 可是他們不管怎麼勸都沒有用 爸爸都說改天啊 改天 雖然女兒的話 當爸爸的比較願意聽 結果他們那天 就真的開始讀經 然後他爸爸剛好就回來 回來之後看到那個母女 聊得很快樂 神的靈在運行很有趣 另外一個家庭也跟我說 他們在家庭祭壇的時候 後來都要規定說 今天一個小時喔 時間到要結束喔 因為他們話夾子打開 全家講不完 我們常常都找不到時間 全家在一起聊天的時間 那回到剛剛那個這個家庭喔 這個爸爸就問他們說 你們在聊什麼這麼快樂 女兒就說我們在家庭祭壇啊 你要不要一起來 這爸爸想說 以為在玩家家酒 就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今天在讀這個聖經啦 那剛剛讀到這一節 妹妹就提到說 她最近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就聊聊聊到那邊去了 後來這個衛信的爸爸 在家裡得聖靈 後來怎麼引導 我不知道她就得聖靈喔 來到教會 那個太太就跟小弟說 我先生今天有來教會喔 等一下會到前面禱告 你看看她是不是得聖靈 我就跟傳道去看 跟其他知識 得聖靈耶 在家裡得聖靈的 沒有人幫她按手 她就得聖靈了 後來會后就跟她聊說 很高興耶 你剛剛真的得聖靈喔 她就很高興 她說她也覺得很喜樂 然後她就講說 你們教會很厲害耶 發明那個叫做家庭祭壇的 成為親子溝通平台 她說很多人都找不到 怎麼跟青少年溝通耶 我們要找小孩講話 小孩沒空 小孩要找我們講話 換我們沒空 結果你們一個讀聖經 結果大家可以聊得這麼快樂 我也很享受說 跟親子之間能夠互動 那個時候我才突然發現到說 原來福音茶會可以進我家耶 我們有時候就要弄得很複雜 但是只要我們有心喔 我相信那個媽媽跟這兩個女兒 應該為這個父親禱告很久了 結果呢神就在這個美好的時間點 讓他們成就這樣的事情喔 所以回到我們最前面 我們今天要推動宣道 我們要推動用家庭祭壇來推動宣道 或者是宗教教育 那我們要想要推動很多工作 可是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的信仰基本功做了沒 神有沒有與我們同在 我們有沒有常做祂喜悅的事 祂的先求神的國神的義 我們有沒有每天都有在讀經 有在禱告 然後呢 從聖經的感動當中 真的落實在我們生活當中 把真道行出來 感動身邊的人呢 如果我們有先做這些 耶穌自己說的 那就會將一切嫁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很期望 當我們做對了 神的公同在 因為神 我們今天面對的是屬靈的靈戰 不是我們血肉的身區 可以完全去面對的 如果神不同在 再厲害的我們都沒有辦法 所以讓教會的聚會進我家 也讓福音茶會進我家 那願神與我們同在 也願一切榮耀送贊 都歸於天上的故事